是台湾第一小生林瑞阳的前妻 曾是红极意识的影谈学生请人 邓哲珍比李瑞阳小9岁 结婚时他刚满20 在当年邓哲珍出演了不少的穷瑶剧 而在当时他与同演穷瑶剧的林瑞阳合作了几次 也让他爱上了这个台湾第一小生 从性格来说 邓哲珍是一个把家庭放在首位的人 当年在与林瑞阳结婚之后 邓哲珍才仅仅20岁 就放弃了大好的演绎前程 开始专心做起丈夫身后的女人 在结婚后 邓哲珍为林瑞阳生下了一儿一女 不过这段感情也因为张婷的出现出现了裂痕 当初林瑞阳第一次看见张婷时 就被张婷给击中了 那一刻只觉得脚底巴马 脑子里只有一句话 要出些什么事 虽然一见钟情听起来很是浪漫 不过当年的林瑞阳可是有父之父 这样的说辞也只是给花心找了一个借口 不过最终张婷还是如愿与林瑞阳结婚 虽然在中途张婷推了林瑞阳七八次求婚 不过从结果来看 一对最终算是成了 不过在婚后 两人的生活过得并不顺利 尤其是生孩子的问题上 张婷因为患有病症 要想怀孕并不容易 张婷曾在某节目中自保为了怀上孩子 曾做了九次试过婴儿 三年中曾挨了一千多针 期间更是疼得连路都走不了 如今的张婷已经47岁 变成了豪门阔态 孩子老公都在身边 日子也算过得愉快 不过现在的他已经不再混进娱乐圈 反而开始做起了一些生意 尤其是微商品牌 因为超级女生出道的尚文杰 近年来受到公众关注最多的 不是他的音乐作品 而是他个性另类的装束 和花样叠出的整容事件 尚文杰1982年出生于上海 复旦大学法育系毕业的高材生 他可以说是娱乐圈内少有的雪霸型歌手 长相清秀有实力不靠颜值吃饭 2006年参加超女以唱成名成为冠军 可惜的是自从成名以后 她的脸就一直在变 尚文杰曾经回应过自己的容貌变化 说只是因为发型或者妆容的原因没有整容 在去年尚文杰有一次开直播 脸变得跟原来相差太多 很多网友直呼认不出 确实变化有点大 还是以前清秀的脸庞看着更舒服 以前虽然不算漂亮 但胜在自然 稍微打扮一下 看着还是挺顺眼的 毕竟女孩子三分靠长相 七分靠打扮 只要不丑 稍微化一下妆都会很漂亮 今年尚文杰再一次开直播 和粉丝亲密互动 脸是这个样子的 很多网友吓了一跳问 尚文杰怎么了 也有直白的网友直接说 是不是整容了 尚文杰很尴尬的回应 可能是妆容和发型的原因 和以往对比起来 如今的画风真的是有点另类 学习音乐的艺术家 确实有点让人无法理解 尚文杰处于颜值巅峰时期 长的是这个样子的 五官深邃 笑容自然 那个时候真的很漂亮 只是最近几年 每年的画风一直在变 让人无法理解 有的时候有些造型很雷人 太令人 有些欣赏不来 其实以上文杰的唱功 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实力去办 没有必要太纠结于外在 毕竟在娱乐圈 长得好看的明星多了去了 保持自我也许更显独特 大家觉得呢 是真的吗